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让世界都看见 我是主持人欣沛 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邀请到新泽国际董事长 尤其胜老师 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 两岸企业的差异 以及辅导成功的案例 获得非常非常大的回响哦 所以今天呢 非常荣幸再次邀请到我们的尤老师 要来跟我们分享 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 那就是如何打造个人品牌 我们来欢迎尤其胜老师 你好 女神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呢 大家呢 非常讲求这个行销自己 也就是所谓的打造个人品牌 究竟什么是个人品牌 每一个人都需要打造个人品牌吗 品牌两个字简单来说 那就是呢 人们或者是消费群体 对你的一个认知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啊 就是如果你没有让别人知道啊 你的这个实际价值 那么没有人会为你的专业买单 对不对 你也不可能成为你行业当中的翘楚 或者是标杆 甚至呢 在职场当中 连升连升迁的机会都可能轮不到你 如果你想要在你的这个领域当中发展的更好 除了你要提升你的价值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建立你的品牌 美国的管理大师叫唐皮特斯 他曾经说过 21世纪的生存法则就是建立个人品牌 他认为呢 不只企业商品需要建立品牌 个人更需要建立你的个人品牌 因为呢 在这么竞争的一个时代当中啊 你必须让更多人能够怎么样 知道你 了解你 甚至接受你 所以呢 你要如何呢 在这样茫茫的这个人海当中 去凸显出你自己 你一定要透过适当的管道 然后把你的能力去彰显出来 换句话说 就是你要感受出你自己 所以呢 这个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啊 建立个人品牌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有人就说 那为什么七一也需要建立个人品牌呢 我们来思考一件事 就当我们讲到苹果的时候 Apple 你一定会想到谁 乔布斯 或者是贾博斯 对不对 当我们讲到呢 特斯拉的时候 你一定会想到什么 马克思 当我们讲到阿里巴巴的时候 你会想到谁 那肯定就是马云嘛 所以你会发觉呢 这些人他们在经营企业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在经营他们个人的什么 形象 还有他们的品牌 所以当一个企业主 懂得经营自己的这个品牌的时候 那么它将会成为 吸引人才的一个磁铁 原来真的 经营个人品牌是这么的重要 刚刚也讲到说 现今这个时代呢 经营个人品牌是生存法则 那现在这个时代呢 大家在经营个人品牌上 有哪一些方式 那这些方式有什么样子的差异呢 OK 其实呢我们要先对于这个经营品牌 这件事情 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哦 我们在生活 甚至是职场当中 其实我们都已经在树立 别人对我们的一个认可了 换句话说呢 就已经在建立了我们的品牌的形象 还有位置 现阶段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如果你想要去提升你自己的这个品牌 还有呢在这个职场或者在社会中的一个地位 你一定要透过呢这个好的发生管道 对不对 然后呢让更多人能够怎么样 知道你 甚至找到更多认可你的人 当然这过程当中呢 你一定要破除两个迷思 第一个迷思是什么呢 很多人认为说 我想要让所有人都能够认同我 其实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让所有人都认同 我们就讲这个宗教就好了 发展了数千年到现在还是有宗教佛教道教 甚至这个基督教等等 对不对 这些宗教的存在 更何况我们只是个人 所以我们不是要去追求所有的认可 而是像我刚刚所讲的 你必须让更多人知道你 然后找出认可你的人 第二个迷思是什么呢 很多人都认为说 我建立品牌等我呢准备好了再来做 这件事情是完全错误的观念 其实建立品牌它必须是持续创造画面 你必须听出关键字叫做持续跟画面 因为当你呢持续创造画面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让别人对你形成品牌的意识 现在很多人都想说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所以就会透过YouTube 然后录录影片上传到这样的一个平台 就像商周所说的 透过这样的平台呢 其实你很难形成这个品牌的权威感 甚至少了公信力 那么有些人就想说呢 OK那我就当一个部落客 然后在部落格经营我自己的一个粉丝群 然后建立我的品牌形象 然后建立我的品牌形象 这个简单想就知道 你必须具备一定的这个叫做才华 对不对 能够去做撰写 而且要图文并茂 这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来的 但现在很流行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出书 你要知道出书那难度更高了 你自己要出一本书啊 费用呢要二三十万不说 至少要六到八万只 两百多页 你一般人怎么可能写得出这么多内容 那么很多人就透过写手来帮他完成 那就缺乏了真实性 这个建立品牌的一个管道 有些人有想要透过IG要透过FB 那就是比较生活形态的 其实建立品牌有一个更有高度 而且更快速的方式那就是电视媒体 但是很多人都认为说 电视媒体叫望神莫及 但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 现在的时代呢 就是网路时代 我们要了解一下公司找一个产品 认识一个人 往往我们都会做什么事呢 Google一下 OK 这一Google你就要思考了 你有没有画面 可以让人家找得到你之外 最好这个画面还会有一种感觉 叫做 哇 如果刚刚我所讲的这些人 他们除了呢 对不对 透过YouTube 透过呢这个部落格 然后呢 透过呢这个出书或是FB等等 他们还能够加上一个媒体的画面 不得了 所有人看到这个画面 立刻就是一个网 这对于一个品牌的形象 跟这个建立 它的一个品牌的位置 这是多大的一个加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跟中天 还有呢电视节目 叫做让世界都看见 这样的一个专访形态的节目 来做合作 为的就是要帮助更多人 提升他们的形象 建立品牌 对 所以真的 我们现在观众真的很有福气 刚刚讲到说 现在正在收看 让世界都看见 那么刚刚讲到 分享了这么多啊 既然说 经营个人品牌 这么的重要 那经营的这一块上面呢 它的核心要素 有哪一些呢 其实经营个人品牌呢 它有一些关键的要素 我想其中的两点 第一点 你必须要有一个鲜明的人格特质 那什么叫鲜明的人格特质呢 简单来说啊 就是别人怎么看你 别人怎么说你 这件事情呢 你必须刻意的去经营 而且刻意呢 就是去设计 因为这个呢 是整个这个品牌 以及形象建议过程当中 最核心的一个关键要素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你必须有一个高价值的什么 品牌定位 我常常呢 在这个这个受课的过程当中啊 我讲到一句很重要的关键的话 叫做 你是谁 比你认识谁更重要 我记得在几年前呢 市场上曾经有一个议题 叫做 你认识谁 比你是谁更重要 正好颠倒过来讲 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要讲 人脉学人脉学 甚至很多人都开始怎么样 到处去认识人 认识人 然后交换完名片 大家都发觉一件事用不上 很正常 为什么用不上 因为 因为你就不是谁嘛 基本上呢 我常说啊 用得上的叫资源 用不上的叫资料 当你今天什么都还不是的时候 不对等的这个立场之下 你哪怕换了一张名片 跟某个人合影合照 他不会是你的资源 所以呢 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透过我刚刚所讲的这两点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对不对 透过好的发声管道 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价值 还有品牌定位给彰显出来 然后呢 让更多人能够知道你 认识你 认同你 因此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 品牌这件事情呢 它绝对是持续性的 并且是每一个人在现在这个时代 必须要去完成 一定要去重视的 我们也希望呢 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声管道 能够让更多人把事情做对 更快速的在他的行业跟领域当中 有更好的发展 成为指标性的人物 哇真的是上了一课 感觉非常的受用 相信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跟我一样 感觉一游未尽 没关系 我们先将今天听到的部分先学起来 希望呢也期待 很快可以有机会再邀请到我们的 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更多这个 个人体盘经营的诀窍 今天非常谢谢尤老师的分享 谢谢您 欢迎回到让世界都看见 101群星会单元 邀请到各个不同领域的专家 分享他们的成功故事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大家听到这句话 是不是就会联想到 侦探的这个角色呢 那么呢 延伸到企业面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真信社 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在这个市场上 屹立不咬30年 我们的酒员真信负责人 游文君先生来到现场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游文君游先生呢 他的绰号是阿九侦探 可以屹立不咬30年 这个公司里面是怎么样子的呢 在协助客户解决婚姻的感情的问题 我们尽量着重于找到问题 替他做挽回的工作 关于企业的调查 很多证据的收集 以及分析 还有仿冒的调查 现在越来越多了 我们坚持正派专业的经营理念 训练一流的专业人才 引进先进的科技器材设备 以专业与经验积极的执行力 以原种的手段协助客户 站在客户的立场 给予最完善的咨询解决问题 所以有点让我对这个真心业有点改观哦 那么也相信很多委托人呢 因为阿主侦探的这个侦办呢 解决了他们很多的问题 我们今天谢谢阿主侦探来到我们现场 谢谢你 虽然说呢现在买房真的不容易 但是每一个人呢 心目中一定有自己梦想着家的样子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 3D多媒体设计师 张家豪设计师来到现场 他的专业呢就是担任 室内设计师跟客户之间的沟通桥梁 我们先来欢迎家豪 主持人你好 您是如何将这个3D技术 运用在这个室内设计产业上呢 我专研多媒体设计呢 已经十几年了 那包含大家耳熟能详的 像是游戏啊 扩真实际 虚拟实际动画影像等等 那我现在将3D的技术呢 运用在于室内设计上 那例如像我曾经有做过一个旅馆 那这个旅馆它是一个主题式的 它是呈现赌场风格 那里面包含要有一些赌场的元素 然后霓虹灯的灯光效果 让人家一开始就有一种 绚丽独目的感觉 所以我们会发现越精致的图呢 越容易产生想象 过去设计师在跟客户在讨论图的时候 都是用2D图 那其实很容易产生一些认知上的差异 包含一些问题 然后透过3D呢 我们可以解决这一类的问题 那进一步的我们可以就是发现很多设计上 没有发现的一些细节 相信呢 透过家豪的协助呢 就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跟客户之间的沟通 非常的顺畅 今天非常感谢家豪的分享 谢谢您 谢谢 现在呢 很多人呢 都以健康作为诉求 那么今天就邀请到 市场新兴的这个健康产业 也是我们分解意味的专家 我们的菩芝卫检孕之执行长来到现场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菩芝卫呢 是用怎么样天然的方式来达到这个分解意味的效果呢 是这样的 其实意味这个问题 无声无息的存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 甚至职场上 如果长期处在有意味的环境下的话 其实会对人体造成有可能头痛啊 恶心 甚至消化系统的危害 那这么多的意味当中 有一种叫做VOC的有毒物质 那这种有毒物质是靠香氛啊 香精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去掩盖的 而我们的菩芝卫除臭酵素 它是利用特定的植物 去进行萃取发酵制成的酵素液 那它这个酵素液的分子 能够把异味分子包覆并且分解 透过大自然的解抗原理 然后让植物酵素液和有毒物质VOC 进行互相抵消的作用 进而达到可以分解异味又不伤害人体的做法 我们菩芝卫除臭酵素通过了六项的SGS检验 以及三项的台媒检验 其中包含了五八道重新薯残留 五三百一十项的农药残留 更重要的是有一项是可服无毒的测试 就是不小心喷到身上都没有关系 然后这样子在我们消费者使用上也会更安心 那我们希望在使用我们的菩芝卫除臭酵素的产品之后 让台湾正在被异味困扰的千家万户们都可以在身心灵有真相的改变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健康品牌 哇原来分解异味还这么的有学问 非常感谢菩芝卫来守护我们大家的健康 感谢执行长今天来做分享 谢谢您 现在呢我们很流行一个名词叫做舒适圈 很多年轻人都想要跳脱这个舒适圈 今天邀请到一个成功转换跑道的案例 它是从14年的这个行政美编经验 成功转换到这个生技产业变成销售女王 我们来欢迎爱上生技的品牌咨询师朱彩音 彩音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你是怎么样子的契机会想要让你转换这个跑道呢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想转换跑道的最主要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发现现在台湾的社会 已经可以用温水煮青蛙来形容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危机意识过得太安逸 包含以前我自己也是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说 欸不对 我现在对自己的工作只是领着一份薪水 然后对工作已经完全失去投入的热情了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开始思考 如果对一个工作再来对工作的环境已经失去了热情 那我到底该会帮自己做如何的转变 那我思考过后 我沟通14年的对象嘛 沟通的对象就是电脑跟键盘 所以我就在思考说 嗯 我想要做一个改变 与人沟通 因此呢我就想说挑战自己的可能性 所以呢转变之后我投入在爱上生技公司做一个服务 那透过爱上生技的服务以及教育 我对事业有了成就感 以及在这一块事业我找到我自己最大的一个乐趣乐成 哇 又是一个非常激励人性的故事 现在就是一个女力崛起的时代 非常感谢彩音的分享 谢谢你 欢迎回到让世界都看见 能够在十年之内一路从主管晋升到现在生技产业的创办 甚至呢将工作版图呢延伸到对岸 今天邀请到一个成功女性来跟我们做分享 她是谁呢 她就是爱上生技的创办人 同时呢也是新泽国际的执行长杨涵荣 涵荣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22岁成为餐女业中国际品牌与政商名流指定的VIP服务专员 随后更成为公司辅导ISO认证机校第一名顾问 杨涵荣26岁就选择前往大陆向未知挑战 年纪轻轻就创下协助公司一周业绩成长35倍等多项好成绩 29岁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大陆企业董事会的一员 似乎在杨涵荣的人生字典里只有顶尖能形容 如今他选择回台创业跨足生计保养培训业同样相当出色 杨涵荣不仅是标准的斜杠青年更成为许多人学习的最佳典范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成功关键 对 涵荣看起来非常年轻 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这么多厉害的经历 你现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 你是怎么样子在30岁办到这件事情的人 我觉得30岁以前应该都会有非常多需要去努力的地方 那对我而言呢我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在思维上的培养 同样的思维它不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不断的透过学习提升自己的思维 让自己能够在每一次的行动当中都会有很好的收获 那第二点呢就是要刻意的练习 而且要找到对的环境 像我在23岁的时候我就从事理管业的顾问 那那个时候我的客户年龄都比我大很多 所以我就觉得说哇我年纪这么小 怎么样能够辅导得了他们呢 怕他们会对我这个信任度不够 所以我自费去学习非常非常多的课程 包含经营啊管理销售演说等等的这个技能 那当能力累积到一段程度的时候呢 开始就会有第三件事情发生了 就是公司会开始为以重任 哪怕这个任务呢看起来会觉得 哇好像很困难 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达得成的 可是我当下永远都不会拒绝它 我一定都是先say yes 因为当你把这个很困难的任务完成的时候 一定就会有成功的事迹出现 所以这就是第四件事情 每一年每一年都要要求自己 一定要为自己创造成功的里程碑 那当以上这个四件事情都做完之后 就会有一个很良性的循环 那在30岁以前呢会有像一个爬楼梯式的 高效成长的人生 听完你前面的分享就知道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么辉煌的成就 那么呢就我所知道爱上升纪你现在所领导这个品牌呢 在两年之内他的业绩就是不断的成长耶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创业之路一定非常的艰辛 对 来分享一下这个中间的辛勒历程 创业实在是每一个人的梦想 那我觉得身为一个创业者啊 第一个一定是要敢梦敢想 因为创业者他就是一个梦想的实践家 对所以当创业者呢 他具备一定的格局 要敢把他的梦做大 那并且呢订定目标 意义的去实践他 那第二点呢 不管是身为创业者或者是公司的主管领导人 他一定呢是一个公司里头的太阳一样 你要走到哪里哪里亮 因为你就是一个发电机 因为所有你的员工或者是部署 他很可能都会有遇到困难挑战 情绪低落的时候 但是身为领导者或是创业家的我们 是不可以展现这一面的 因为当你都没电了 大家一起没电怎么打仗呢 对所以呢 我们公司就有一个很棒的文化 当每一个人遇到困难或是挑战的时候 先说三个字 太好了 这个文化呢 也是我的老板传承下来的 当下赶快呢 把自己的心情转换掉 从不利的这个地方 找到对自己有利的点 第三点呢 就是呢 一定要具备无与伦比的热情 因为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有太多太多想得到跟想不到 的困难跟问题会产生 光是有热情是不够的 要无一伦比的热情跟强大的心智 它才能够支撑你 不断的在这条道路上 持续的坚持下去 除了刚刚讲到 这么多艰辛的进入历程 其实背后呢 应该还有很多心酸 是的 那因为现在你还那么年轻 才三十几岁 就一直不断的想要让自己成长 那是不是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受到某一些人的启发 或者是说有一些转折点 对我生命当中我觉得 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 好那第一个就是我的妈妈 我小时候没有任何的这个偶像 唯一的偶像就是我妈妈 好因为我们家是单亲家庭 其实我们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的富裕 他总能找到他的生存指导 所以那时候我妈妈做生意 我们就一家三口轮班 半夜批货啦包装生产 然后又再去寄货 常常就是一直忙到半夜 后来也是做到跟台湾的 连锁企业品牌合作 然后让所有的竞争对手 都对我们产生很敬畏的态度 那第二位呢 是我在23岁的时候 在旅馆实习时 遇到的一个大贵人 那他是卢振钦董事长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我在旅馆实习的时候 因为我的服务非常的好 不管呢我遇到的对象 是什么样的人 我的服务呢都是顶尖的 对所以呢 在有一次的这个用餐过程当中 我收到了他的这个同事 还有他的关注跟注意 当我拿到他的名片的时候 我才知道说 原来他是银行界的大前辈 对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有更多的互动 那在这过程当中呢 常常会鼓励我很多的话 那其中的两句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一个是人一定要有梦想 有梦想呢 就要去勇敢地实践他 那再来就是呢 做任何的事情都要积极参与 然后呢全力投入 所以我当下呢就有点被启发到 因为我一直以为只有工作需要很拼命 可是呢在成功人士的角度里 他是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改变了我的生活的态度 第三个人呢就是我的老板 尤其盛老师 因为呢我非常多辉煌的成绩 都是在他的带领之下呢创造出来的 我觉得我们尤老师非常的厉害 因为所有被他带领过的人 都能够呢被激发潜能 那包含在我中国大陆 比如在这个千人的活动当中担任讲师主持 甚至是造辅导期 也到成为董事会的一员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学到很多的 比如说经营管理的策略啦 带人的这个方式啊等等的 所以他有一句话叫做思维领先行动决胜 因为唯有你的思维不断不断地去累积成长 你所做出来的每一个行动才会获得至胜的成果 所以呢这句话也是呢分享给 这个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能够呢在30岁以前达到 真的很棒成绩的一句话 哇真的是非常精彩的分享 我们呢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可以像韩蓉一样 一直不断地挑战自己跨出自己的舒适圈 也祝福呢爱上生机 未来的事业可以蓬勃发展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韩蓉的分享 感谢您 今天听了这么多精彩的人生故事 您是否也有自己精彩的人生故事呢 欢迎加入我们打造您专属的个人品牌 精彩人生不设限 让世界都看见 我是主持人欣沛 我们下次见啰